你知道這個叫Enricreta Marti 這個女孩子 他看起來好像長得絲絲紋紋還不錯對不對 其實他是一個 非常可怕的惡魔啊 怎麼說他是個惡魔呢 他當時你知道 就是在1912年 就是那個 19世紀末的時候 19世紀末的時候當時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結果西班牙被打敗了 那很多人就退伍回到巴塞隆納這些地方 然後整個地方就人滿為患啊 然後整個城市當時都市規劃也不好 所以生活下去就非常困難 然後這個呢 Marti他就一開始白日是幫人家當保姆 後來他覺得這樣賺錢太辛苦 他就自己去做新工作 那你自己做新工作也就算 他為了想賺更多錢 你知道他幹嘛嗎 做什麼 他開始綁架街上的小孩子 逼他們去做新工作 然後去賺錢 怎麼會這樣子啊 是我跟你講 如果這樣已經夠令人髮指了對不對 他接下來變本加厲 你知道他幹嘛嗎 因為當時西班牙 西班牙這個地方流行傳染病是肺結核 然後當時因為醫藥不發達 很多人都想說 小孩子的 如果是小孩子的血肉來做的藥 好像可以治病 你知道這個非常奇怪的邏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傳出這種邏輯 可是如果是這樣 豈不是一個吃人肉的行為 是我跟你講 那這個Marti就打定主意 你們既然相信這種東西 他就想辦法去綁架小孩子 然後把他們殺掉 把他做成藥 特效藥去賣給這些 所以就說把人肉做成藥 是 就直接這樣幹了 然後非常非常誇張 他這樣做了很多年十幾年 後來是因為他綁架一個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比較受到矚目 那很多人去再找這個小孩子 有人就突然發現 你這個Marti家 怎麼突然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孩子 他們沒見過 就有人去報警 報警才抓出來說 他至少被證實了 至少12個小孩子被他殺掉 而且你知道嗎 他更可怕的就是 他居然逼這些小孩子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不能浪費 所以他殺掉小孩子之後 除了去做藥之外 然後他給這些 其他被綁架的小孩子 也是為了他們吃人肉 就把他當食物餵給他們吃 人吃人耶 這個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這個惡魔 這麼恐怖啊 這個惡魔後來被逮 但是他並沒有伏法 他在還沒有執行行刑之前 他就死掉了 那死掉的原因眾說紛紜 可是說真的 當這個世界變成一個 人吃人的世界的時候 人類還有公理嗎 可是問題是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